讲到小子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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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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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主人 是我没用 没保护好你 你快醒醒啊 叶哥哥 你还好吗 他刚才说的话 触犯了九冤戒法则 对戒主不敬 才会被施以裂剿 散去灵力 作为惩罚 可 可能只是神魂受损 我来看看吧 爷哥哥已经因为你受到惩罚了 请你离开 我只是想看他伤得如何 你如此态度 不怕遭到对判官不敬的惩罚吗 那就试试看 我才不管什么狗屁法则 你准够规模 主人若是陨落在此 我便引爆自身混沌 让整个九冤界给我主人陪葬 你 发生什么事了 听杰大人 明京角损利 在城外 会一直消耗明角之力 我现在送你们回城 幽星秘境 需要你看守 尽快复会 是 叶玉 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看到他们 会有难过的感觉 你的情绪又是空了 倪人尚有三哥火气了 我好心救下他们 却遭到他们的讽刺和威胁 思明城的修士 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我们受命于戒主 监管他们这些有罪之人 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好脸色 叶玉 怎么样了 用疗伤圣水 禁语半个月 才能恢复 这已经算戒主手下留情 放他一马了 但如果你再有超出 判官职责的举动 戒主可不会对你留情 应解大人 戒主说 我们放弃了前尘往事 才成为判官 免受轮回之苦 可如果是自愿 我为什么还有执念 我到底是谁 判官不可这一切 但如果你不怕死 不如找个胆大的人 和你一起寻找真相 这里还有谁 比我更大胆的 叶哥哥 还在痛吗 小九 对不起 一会儿就好了 恭喜孔灵 莫 通过第三颗古星试炼 明镜脚恢复了 鬼母 你和你的判官 是被我戳破了 幼稚可笑的真面目 恼羞成怒了吗 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小九 叶哥哥 你醒了 我怎么睡着了 对不起 道什么歉 你这几天照顾我很辛苦吧 我休息够了 现在轮到我报恩帮你守夜了 我才不需要呢 白昼开始了 叶哥哥 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吧 嗯 主人 顶宽 还好 还好主人你没事 我以为 我又要变成孤单一个人了 别哭 你怎么会是孤单一个人呢 顶多变成一个顶了 你 坏主人 我那么担心你 你还在开我玩笑 好了好了 就算是顶 我肯定也把你带在身边 哼 你最好是 叶公子果然非必寻常 竟然十天就恢复了 叛官 谁让你进来的 主人 我的明晶币用完了 这些疗伤药 是他送的 叶公子 你总对我这么大敌一个嘛 这回 可是你欠我个人情 原来如此 我可不喜欢欠人情 所以 刀奴 送客 是 是 那这个药 我们还回去吗 我的气灵瓶本是拿回来的药 凭什么还回去啊 留着吧 叶奴 你还不知道吗 灯奴的防护 只针对你们修饰 我们可是九渊界的判官 这种阵法还 你在挑衅我 这小子还在私人上静止下 眼睛又擦愈了 你居然会发这么紧的力量 主人身上的邪气 怎么这么重 叶哥哥 我家不欢迎判官 拿着你的药 滚出去 叶公子 别急啊 行 咱们不谈人情了 谈交易可以吗 说 最近城内 裂脚的违规事件越来越多了 听说你在城外 也撞上了一群裂脚魔修士 我希望 你能找出裂脚魔头领 我可以透露给你们 下一个古兴秘境的信息 调查过程中 有个好歹 算我自己倒霉 陆判官 你还真是会做这种 两头吃的买卖 多谢叶公子夸奖 富贵向来显中求 不如合作一把 你的诚意 还不够我主动调查 但我毕竟是 斯明城良好市民 有裂脚魔的消息 会告诉你的 送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有猪母守护她 难怪那么多人死在了这里 主人 有危险 不会刚小时来跟我们抢宝贝的吧 人还不少 正好试试外面的蛛丝布阵 这些人在干什么 兄弟 当初你加入我们 猎脚魔团时就该知道 红角以下 全是我们的目标 放走猎物 是要受罚的 可 可那个人是我朋友 他 他可以加入你们 猎脚魔团不少废物 现在 要么你砍下自己的鸣角 变成废物 要么 当个死人 原来是猎脚魔团 听说这群人 会猎取鸣精角来练画 还会从中提取到 有关古兴秘境的信息 贩卖给其他修士 可 砍下别人的鸣精角 是触犯九院借法则的呀 所以这群人就想尽办法 逼迫修士 自行砍下鸣精角 借此逃脱罪责 难道这些人 和百里寒有关系 可百里寒 不是已经陨落了吗 不 我不能没有鸣角 求求你们 这次就放过我吧 还真是耗费老子耐心 你想生不如死吗 是地上陷阱 该死 这猪丝越沉越紧了 不好 是星界鬼猪的猪丝 上面有毒 所以劝你们最好别乱动了 一旦侵入身体 可是会让鸣角之力流逝呢 呀 都戴着面具 挺有仪式感呀 你们是谁 快把我们放开 否则 否则就把我的鸣角 也砍下来吗 我没有鸣角耶 四名城内外都有判官巡逻 猎脚是大罪 你们就不怕 被抓到是以言行吗 去他狗批判官 凭什么你们说我有罪 我就有罪 你们不也是因为有罪 才被困在九云界的吗 凭什么审判我们 误会 我没潜心审判你们 只想找猎脚魔团的老大 聊聊人生理想 看毒液这流动速度 留给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说吧 你们老大是谁啊 我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只要你们可放了我 快说 小九 小九 你们不会真以为 猎脚魔是贪生怕死之辈吧 你们这群疯子 被抓到九云界后 我们就已经疯了 你们无非是想抓到我们老大 去向判官领赏 但我们绝对不会出卖自家兄弟 现在想让这小美人活命 就砍下自己名角 放了我兄弟 你们是因为恨九云界 才到处猎脚泄愤呢 放屁 你们这些鼠辈懂什么 我们猎脚魔团 是唯一敢反抗的 也是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 戴着面具 藏头露尾的杀人夺角 去达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 这种反抗为你太可笑了 你 九云界本就是个牢笼 你们好不容易聚集强者 还要自相残杀吗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我只想知道 你们老大是谁 可 可是 钟万 列取他人名角 借法则之力 伐其身死浑散 先救 住手 他是判官 钟万 你有杀人夺角之心 今日必死无疑 劝你不要再伤疾无辜 别过来 否责 我就带着他一起死 你敢威胁我 小九 你没事吧 九云界主的走狗 我就算死 也不会把名角留给你 黄天昊 宁夜 张寻 还有什么遗言吗 就算把我们都杀了又如何 九云界一天不灭 猎杖魔就永远不会消失 九云界的规则就是这样 要挑战 就必须接受失败的后果 一刻不离开这九云界 我便一刻也无法停下 这印记 我是判官兵临 放心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在九云界 这种承诺就是个笑话 我们走吧 站住 刚才我救了你们 连句道谢都没有吗 多谢 要不给判官大人颁个奖 你好像对我刚才的审判有意义啊 审判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判官服 就真的有资格审判他人了吗 当然 每个世界都有其运行法则 列角就是有罪 哪怕只是一个念头 也必须严惩 所谓的法则 不过是鬼母自创的幼稚游戏罢 造成一切不公的始作俑者 正在上面开心的看戏 堂堂九云界主 也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可怜虫 主人 谁让你这么冒险的 我也真出事了怎么办 坏主人 轻点轻点 我这不是没事吗 叶兄果然应用不凡 实力超群 你故意不提失恋的难度 不怕害死我们吗 小姑娘别忘了 我可是守护这颗苦行的判官 你们死了 我还能顺理成章 练坏你们的鸣角 收获更大了 可惜啊 你个小人 你确定要跟着这种人当判官 这是我的选择 你 行了 尊重 祝福 我们的交易结束了吧 还是要恭喜几位 顺利通过第三颗苦行试炼 这是属于你们的八百明清币奖励 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没有以后了 那可不一定 叶哥哥 颖坤 我通过失恋了 怎么受伤了 痛不痛 看 这里面有一千名金币 是我的通关奖励 该怎么花啊 奖励比我们的还多 小九你真厉害 换把武器你还能更厉害 不过 我们先去大吃一顿 好 有劳应杰大人一路护送 要不要一起啊 不用 一约所来 约定一成 告辞 这么看 他这个死鱼眼 比小面虎路花强 叮哥你很会形容啊 不如 今天就回去买点鱼吃 鱼眼睛留给你 我和小九吃鱼肉 我同意 好啊小九 你也学坏了 海陆空食材都齐全了 这菜肯定好吃 叶哥哥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主人在练切练单上的天赋 冠绝无尽 做菜更不用说 轻松拿捏九月间第一 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你尝尝 他可是从爆炸里唯一幸存的红烧肉 吃了说不定还有特别的运气 行 真算了 我们还是去客栈吃吧 丁坤 我们前几天去买零食 明镜币已经用完了 啊 你们买零食居然不分给我 我也要吃 那主人你偷偷去买的酒呢 刚刚电铛鱼炸哪儿去了 我去找找 别想料 小九快拦住他 你藏的私房钱呢 拿出来 小心 看不见了 小九快救我 小九 我们才是一伙的 快搜他身 他怕痒 叶哥哥 对不住了 两位姑奶奶 我现在就去打工赚钱行了吗 好 我们也和他一起去 吴老板 你这店里缺食材吗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你想要 我们就能裂倒 物美价廉 保质榜亮 吴姐姐 叶哥哥他们很可靠的 嗯 嗯 那 我要一株木云草 这是地点 在明河附近 就是主人你上次 和百里寒一起去的鬼地方 之前不少人死在那里 很危险哦 你们害怕 就把地图还我吧 机长为事 这个委托 我接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明河 好多明镜角 这里真的死过很多人 我之前来过这里 现在还有地图指路 小心些就行 谁敢搞事 我就让他尝尝我的鞭子 黄鹰草就在前面了 还没找到黄鹰草呢 这占仙经在警告什么 啊 这种光芒 不好 附近是星界鬼珠母的巢穴 走 小心 这些蛛丝有腐蚀做来的 好可惜 又超有年货 是刚出生的小崽子 真正的大家伙躲起来了 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杨虎 去 顺便就烧光了 还没结束 抓到 小心 这些蛛丘 谁都在偷控 好可惜 这些蛛丘 是有个血气 要死吧 我 是木枝 不是 那些蛛丘 我 你 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哥哥好帅